端午節吃粽子不是人人都愛 但如果變身成造型包子 肯定會吸引大小朋友目光 還要以在地農產品荔枝和百香果為食材 再運用國產再來米粉做成的泡芙 同樣讓人垂涎 來自新大富農和成功工商的學生發揮創意 在農糧署舉辦的2018非米不可創意米食競賽中 分別拿下亞軍和季軍 曙光選手是李鳳怡 李佳淵 台東專科學校 恭喜 台東專科學校學生用米粉和番薯做成金黃米蛋糕 綿密的蛋糕帶有番薯香氣 一口咬下還能看見金黃曙光 靈感來自於家鄉的台東日出 花了兩個月時間研發 獲得評審一致好評 用奪冠軍 兩個月就整個暑假都在學校 知道這個比賽的時候就在學校開始在那邊 規劃製作以及食材用什麼要符合市場EQ 就再慢慢的變化 2018非米不可創意米食競賽 來自全台25所國高中職 共62隊報名參賽 人數是去年的兩倍 得獎不只有高額獎金 還能和超商通路合作 這個我們很快就會幫他們媒介到 我們的便利商店或者聯手超商 以及加工業者然後把它在稍微的修改 跟包裝之後幫他們來形塑品牌 來興建到全世界 那我們希望找回我們的國民美食的 這一塊的記憶跟回憶 那同時我們也致力於在開發很多的 米漬的多元化的加工的產品 農糧署舉辦創意米食競賽 希望推廣台灣米食文化 也讓學生透過比賽累積實作經驗 學習把構想轉成作品 將來也能在業界一展長才 開播到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使用詞性 Twin 選擇